十明治快篩開箱之後 一箱都賣不完 底下還有另外四箱 根本沒機會拆 北市藥局透露 五月疫情高峰期 一天七十八人份都能賣光 六月後一天賣五到六份 頂多十份 銷量暴跌九成 一時工會說 十明治快篩退場時機到了 民眾來購買的比例 已經相對的便低了 所以一時工會有一個想法 希望快篩十明治 是不是指揮中心可以考量 在七月初還是七月中旬 讓他可以攻城深退 退場時間點出爐 就等指揮中心拍板 不過有鑰匙分析 BA4 BA5青台 恐怕再釀一波疫情 等十明治退場後再買 恐怕因快篩回歸市場機制 要多掏點錢 鑰匙透露 十明治一盒五劑賣五百元 換算下來一劑一百元 但回歸自由市場後 螺石快篩光競價 一盒就要五百六十元 預估自費價格 落在一劑一百五到一百八十元間 快篩保持期限 可以放一到兩年 民眾想買便宜一點也OK 量也夠 藥師公會分析造成十明治快篩 滯銷除了疫情降溫 開放學校公司發放之外 快篩不像口罩 需天天換 還有這原因 結果拖到六月六號才第二輪 把整個快篩十明治的需求變低了 十明治快篩面臨退場 藥師送藥到宅服務 也讓第一線藥師疲憂奔命 截至目前累積服務七萬四千件 兩千多個家庭 藥師公會說 十明治會先退場 送藥到宅會晚一點 若居隔鬆綁 需求降低 才會向中央檢疫 今週明星期 劉威廷查不到